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预览平滑网格来进行转换多边形这个效果 我们知道我们在创建当前我们这个合字物体 或者是一些其他物体的时候 只要是多边形的物体 当我按键盘上的123键的时候呢 我们当前场景的物体呢 会以这种细分状态进行显示 但是呢 我能不能把当前这个细分状态 转化成这个多边形的一个效果呢 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通过当前的这个命令呢 来我将我场景的物体呢 进行一个像这样的转换 好了 现在呢 我来按键盘上的三键 看一下 当前这个合字物体呢 就变成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细分状态的一个球体 我可以点击当前咱们这个命令 看一下 这个球体呢 就会变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形态 这个呢 是咱们当前的这个命令 它可以转化我们预览的一个模型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当前下面这个命令 是把我们当前多边形转化成一个曲线 好了 咱们Ctrl N 新建一个场景 我们来新建一个球体 把这个球体呢放大 首先呢 我们打开当前它的一个属性 下面呢 有一些基本的一个设置 看一下 首先呢 上面呢 是一个 转化的一个类型 下面呢 是一个 它的一个点数的一个设置 首先呢 咱们看一下当前的第一种 我们可以选择咱们当前这个多边形表面上的曲线 看一下 我们可以点击 转换 看一下 当前咱们这个多边形这个曲线呢 它就会进行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提取 第一种呢 它是一个开口式的一个曲线 也就是说 咱们当前的这个曲线呢 它是一个不封闭的 看一下 我们在这呢 可以看到当前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开口的 一个开口状态的 看一下 当前这个 曲线呢 它是一个以这种形式呢 进行一个转换的 这个呢 是咱们当前的第一种模式 然后呢 咱们再看一下当前的第二种模式 第二种模式呢 它是一个封闭的 看一下 双击 转化 看一下 咱们当前这个曲线呢 是一个封闭式的一个曲线 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封闭状态的 这个呢 是咱们当前的第二种状态 第三种呢 它是根据咱们模型的一个开口 闭口呢 进行一个显示的 比如说 现在呢 我把当前咱们这个球体 删掉一侧面 然后呢 我对当前这个球体呢 进行一个转换 看一下 我勾选咱们当前第三种状态 点击 看一下 当前呢 它呢 是一个开口的 但是呢 当我 把这个面呢 进行个恢复的话 我再双击 这回呢 咱们当前这个线呢 它是一个闭口的 看一下 它是一个闭口的 也就是说 当前的第三个命令 第三个状态呢 它是根据咱们模型表面的一个开闭呢 进行一个像这样的设置 下面呢 是对我当前转化出来的这个曲线的上的点呢 进行一个设置 默认的咱们是三个点 如果你想让这个曲线的点的更多 我们可以设置五到七 如果你想设置点更少呢 咱们可以设置一到二 这个呢 是咱们当前这个多边形 转化成这个曲线的一个设置 好了 咱们这一刻呢 先讲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吴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吴贼